好我們的市長 謝市長現在到我們的場中間 比賽前參加常有活動選手 早就迫不及待動起來 台上音樂一下 大家活動筋骨 3 2 1 金融市長謝國良 體育會理事長鄭景周 及市議會議員施偉正 無畫家張浩瀚 鄭文婷及郭美秀 共同名腔之後 勇士們一個接著一個下水 今天的萬木山海上常泳活動 最小的只有10歲 年紀最大有80幾歲 所以我想今天是一個天氣非常好的日子 但是還是要呼籲大家 在整個游泳的時候 基本上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然後有一個非常愉快的運動 也預祝大家都有一個好的成績 但是海上安全非常非常重要 請大家還是要非常小心 基隆萬木山常泳正式登場 吸引了19縣市 2400多人報名 年長者最高85歲 最年輕10歲 泳客們整裝待發 準備下水 後面還有長長人籠 蓄勢待發 日月潭是淡水的嘛 那其他金門、澎湖、綠島都游過了 我們只是說圓一下全台灣海泳的一個夢想 去年覺得不錯 今年再來一次 對這個地形、環境都很棒 台北最近 然後它也比較安全 因為它是圓著海岸游 我從中和 中和來 對對對 第一次來參加 非常榮幸 2500人依序下水 消防局和一小總隊 也派出了救生艇 在旁見戶 確保選手安全 外木山常泳 消防局總共動員了 24艘的船艇 181位的幾億小的同仁 那還包括有 這次有特別動員了 三部的無人機 還有三巨的遙控救生艇 還有特別 還運用了船舶的定位系統 那俗稱小海豚 所以我們在海上的24艘船艇 都有相關的定位 我們在那個系統上面 可以看到我們24艘船 是不是都有在定位上 今年的外木山常有 是基隆市一年一度的盛事 那我們義銷這邊 大概有我們救護工隊 以及我們的救助工隊 全員出動 然後來協助我們基隆市政府 來舉辦這次萬木山常泳 那我想今天的天氣算不錯了 那在這邊的話 義銷兄弟姐妹 很早就來這邊集結了 也是要來完成我們這次 一年一度的萬木山常泳 能夠圓滿設計成功 報名隊伍 人數最多的是新北市 第二跟第三是基隆市 和台北市 今的萬木山常泳 有兩千多人 在萬木山常泳 以前是有體位 連辦了六屆 後來因為疫情停辦了 而我們今年重新開始 我們今天的天氣很好 讓也可能是一個適合 草擁的好地方 也預告一個我們 9月7號全國建築 在基隆 目前已經基隆市很多 換店都已經訂滿了 我們希望多多辦這種大型活動 能對基隆的經濟 旅館業 餐飲業 賣便當賣紀念品 帶來很大的傷心 這兩年從現在舉辦了之後 也讓非常多的一個市民 非常踴躍的一個人來參加 在岸上也有許多民眾觀賞壯觀的場面 基隆外木山海新游泳池 今年剛整修開放啟用 首次遇到常泳活動 場地寬敞又安全 也是一種新的體驗 在我們基隆市政府 都已經把安全措施做好的 這個狀況下 其實我們外木山是一個 非常多泳客 非常喜歡的一個游泳勝地 而且這邊風景也特別好 我們的海底下的海洋資源也非常多 所以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 帶動在地的觀光產業發展 看到今年的外木山整個平台 其實比去年跑非常多 然後我相信這次今天常泳 有游泳下去也是相對的比較安全 然後今年的主辦單位 也在海上有搭了一個河行 那其實讓大家下水的時候 也會比較安全 也比較有秩序 那希望每一年都可以辦得越來越好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 我們基隆市政府在趕進的地方 那也歡迎大家跟我們更多的意見 選手從外木山澳救生站 礁岩區開始常泳 沿著海岸至大五輪澳底沙灘上岸 全程大約3200公尺 從空拍角度看 蜿蜒如海上長龍 其實游海的機會實在是很少 那慢慢經驗的累積 剛下水還是有點陌生 會游起來會有點不太適應 外木山常用泳客 除了享受基隆的海岸瘋狂之外 比賽也讓泳客玩得盡興 安全上也做足了準備 記者黃稍民基隆報導 哇 平常有在運動吧 有齁